在二重咒里 我们常常都觉得是大人在教小孩 我个人的经验发现 孩子在阅读时 心灵活泼的程度比大人要强烈得多 他们的文化包裹少 主动的想象比较自由 常会给文化带来新鲜的空气 而那正是大人精神呼吸所需要的 所缺乏的 我遇到过许多小孩 都比大人容易出入想象和现实的空间 如果大人可以常常陪小孩阅读 尤其是图画故事书 对大人的精神健康 心灵的提升会有很大的帮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